哈喽 感谢 利红麻烦走手边 利红也是一个热爱电影的人 不只是参与导演演出 他也做很多的音乐跟电影结盟 最重要的是 他很爱《大王别姬》 我们来请他分享一下 来 请利红先跟大家问好 大家好 大家好 晚上好 这是第一次出场的时候放的是 没人的客人 对耶 真不好意思 人家是经典必须的 很新鲜 但是讲到经典真的 这部片子影响我很大 毕竟我是一个电影人也是一个音乐人 《大王别姬》是一个最经典的音乐电影 然后对我们电影人来讲 这是个必修课程 现在华语电影 已经是全世界最大的一个市场了 但是如果我们要拍得越好 要把电影拍得越来越国际化 我们能参考的这些典范 一定是《大王别姬》 曾经在全世界横扫所有的 国际的电影节 颁奖典礼 《最佳外语片》 还有《坎城影展》 《金钟旅》 就是最佳电影 还有许峰阿也拿过《坎城影节》的 《最佳制片人》 1998年 所以有很多很多的记录 都是我们要去效法的 跟研究的 是甚至是很难超越的 因为这个记录已经是 算历史上很重要的一笔了 不过我知道 力宏很爱这部天子 你有没有算过 你看过几次 我大概算了16次了 哇塞 你看过16次《霸王别姬》 是 它很长耶 是 是 那个时候还没结婚生子 睡比较有空 今天 今天 对啊 然后呢 今天也有空 老婆也来了 对 一定要再来看 真的是最近的通道啊 是不是 离家里这么近 小孩子刚睡着了 是 趕快就偷偷出来 约束会来看电影 拍个电影 最好的 对 不过我觉得 最重要的一点 是他们的这个 另类的节目 因为好像这个电影 带给你灵感 让你写了一首你的经典 对 其实很多的灵感 但是其中一个大家 比较熟悉的就是 盖世英雄 这张专辑 其实名称 是来自于 《霸王别姬》的台词 这个是师傅 在有一个经典的一场戏 他在教小朋友 一个豆子 小鱼头 在教他们这个 把气 这个盖世英雄的法 所以我那个时候学 盖世英雄这四个字 很好听 然后就把它当作专辑名称 然后大家看片子的时候 张通义演的这个《楚八王》的时候 他一开口 那个声音 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一个 被唱金剧的一个名角 叫做李延老师 帮他唱的 帮他唱的 对 所以大家看的时候 其实他《楚八王》的时候 其实是李延的声音 是 然后为了录盖世英雄这张专业的时候 我就去找李延老师 啊真的 对 所以大家听到这个 霸气奥中原 王者杨丰严 就是这一段 道白 其实就是李延老师的声音 哇 所以这个电影呢 让利宏创作出了盖世英雄的经典 而且还真的把《霸王别姬》里面 帮张峰义演《楚八王》的那一位金剧老师 也在你的盖世英雄里面出现 对 这是一个完全无敌的结合 也是一个你很有情怀 很有想法的一次创意 谢谢利宏 特别棒 谢谢 哇这个你知道金剧呢 是我们华人的Oprah 我们应该要好好把它发扬下去的 没错 最后还有什么要跟大家分享的 嗯 今天就是 我发现其实很多人没有看到这个电影 对 25年了 像我们《鸿生音乐》的很多的同事 很多的小朋友 难年轻了 没有看过 所以我跟他们说 这个真的是我们的必修课程 今天是数位化 因为当年是胶片嘛 对 所以今天是数位修复 高清的 大家可以看到前所未有的清晰度吧 是的 所以我自己也很期待 我把我的这个隐形眼镜也戴上了 我看到可能比以前都还清楚 很期待 平常都不戴是不想看到什么吗 家里的事情也不见为迹 曾经做过博士伦代言人 所以 不方便多说 还是继续支持 赶快续约 非常谢谢力红 其实真的蛮感动的 力红自己这么忙碌 但是她说这个片 她无论如何一定要带着老婆 再看一次 第17次 对不对 谢谢力红 谢谢 谢谢大家 希望大家喜欢 跟重师们